新城乡长合理台上任之后 推出了社会福利政策 111年度6月份开始 再次要升13项社会福利有感政策 在6月份展开照顾弱势族群 长者还有幼儿园棉角餐点 和国中小优秀奖学金 打造幸福有感的城市 新城乡长合理台 2018年10月25号上任之后 就积极地向华林县政府 华林县委员的议员同仁们 立委孔文吉、曾田采、陈颖争取经费 来剥划新城建设的地方 相当三年多年来 努力地争取了11多元 和华林县委员配合款1亿8千元 可以说是创下乡镇市公所 知识史上最辉煌的一笔 不过对开创幸福有感 关怀政策逐年增加 社会福利市政方针 有13大项 并且在6月开始正式展开 而社会福利有全乡 乡民团离伤害保险 幼儿园双美语免费教学 圆角幼儿园幼童餐点费 照顾长者加码记脑礼金 国中小优秀学生奖学金 火化补助减轻乡情负担 广涩光怀据点文化健康站 寒冬送南睡末围炉 乡亲那股塔长生胃一垢 发放运动机优选手奖学金 免费申请使用流动厕所 漫坡星辰性八市 最后一项则是祝愿乡亲一样为问金 现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社会的福利 包括我们在坊间花了一万八千只的扇子 作为镇定的一个先导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政策 其中里面有十三项的社会的福利 为什么现象会有税记的剩余的钱 能够来做这些社会的工作 我真的要感谢习县长 因为不管我们在中央争取的建设机会 都需要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配合款 把这个县长全力来支持 新年乡工程方面的这些配合款 让我们工所少支出 就能够做这些社会福利的这些预算 所以新年乡在社会福利当中 不管在前乡乡民的这个意外保险 等其他十三项社会福利 这完全是县长间接来给我们帮忙 再次用掌声谢谢县长 县乡合作幸福花园幸福新城 县跟乡是同一条心 我想是花园人的一个幸福 十三乡镇都几例来支持 县城各方的一个施政 当然谢谢代表会的钱力 对于工所各项的业务的提案 各方面的预算能够来支持 县城下和立台也相当重视乡亲的生活 推出各项防疫政策引起防疫 疫苗是达立可以说是全线前茅 社会福利政策更不会因为防疫而间断 福利政策推动从去年的走大项 111年度下半年度提升到13大项 为了就是让乡亲有感社会福利的政策 共同来打造幸福美的家园 记得就让乡亲的外道